生肖蛇的性格,分为男人与女人,鼠蛇男人的性格,鼠蛇的男人脑袋里充满智慧,你的人生充满了神秘色彩。 儒雅的鼠蛇男人爱好广泛,喜欢读书,听音乐,有很高的艺术品位,很会享受生活。 鼠蛇的男人做事非常谨慎,经常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形式,疑心重,不会将你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,哪怕不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,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。 你总是将自己隐藏得很深,别人猜不出你在想什么,做事总是习惯做一番周密的计划,然后从容不迫地去开展。 文质彬彬的鼠蛇男人心中有远大理想,不屑于与无所适事的人为伍,做事干脆利索,不拖延,对他人在金钱方面从不计较,非常的理性,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些无情,你会毫不留情地扫除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,你意志坚定,能够坚守阵地死而后已。 一般来说,鼠蛇男人大多附庸风雅,但也有例外。 在处理棘手的问题时,鼠蛇男表现的异常冷静沉着,具有领导风范。 你的责任感很强,而且目标明确,深得人们的尊敬。 鼠蛇男人比较的多情,身边不乏追求者。 也许别人会以为他在谈恋爱,其实他并没怎么用心呢。 鼠蛇男人爱思考,爱折腾,通常过着起伏不定的,充满新鲜刺激的,很费脑力的生活,尤其是那些喜欢追求功名利禄的人。 鼠蛇女人的性格,鼠蛇的女士魅力十足,她那冷静,安详和娇好的容貌会把人让人意乱心迷。 她总是充满自信,胸有成竹。 表面上无所事事心不在焉的样子,其实她不是那么简单哦,她的脑子里一刻不停地做打算。 鼠蛇的女人天生蓝心绘质,文文儒雅,喜欢欣赏经典艺术作品,有一定的艺术水平,喜欢品尝各种美食,生活会安排得多姿多彩。 鼠蛇的女人天生励志,皮肤不怎么护理的情况依旧交好,让众多女性对你又急又限。 但是,你紧绷的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胃肠消化功能,容易的胃病,要注意事实的自我减压。 蛇女是爱感时尚,穿着得体,喜欢华丽高贵的服饰。 只要条件允许,她都想要得到各种璀璨夺目的钻石珠宝。 同样,鼠蛇的女人挑选朋友也是很挑剔的。 她追求荣华富贵,会想尽一切办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她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丈夫积极上进,而且会是一个闲内助。 鼠蛇的妇女心胸豁达,不会想要与男人一争高下,她自信可以征服男人的心,让她甘愿为自己卖命。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非要嘲嚷着男女平等,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。 在她眼中,女人本来就是高贵的,尽管她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 她有足够多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道是相由心生,言随心表。 人之相貌,其实跟人之内心,想法息息相关。 你的一言一行,就是你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表现。 说到底,察言观色,就是一门疑点道面的学问。 比如说,拿一个正义凛然的人,跟一个偷奸耍滑的人来对比, 你基本只要看他们一眼,就能知道谁是正义凛然的君子,谁是偷奸耍滑的小人了。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相貌,都会给人不同的感觉。 你看到一些小人,鬼鬼祟祟,眼神飘忽不定,说话还时不时摸鼻子。 那你就能推测,这个人内心有鬼,做事不够光明正大,不值得交往。 你看到一些君子,做事光明磊落,做人踏实,说话也比较实在,眼神会诚恳地望着你。 那你可以推测,这个人没有做什么亏心事,也没有骗人,值得交往。 从微表情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你的一言一行,眼睛鼻子嘴巴的微小举动,都将你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,让别人知道。 原来,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,看他的鼻子就一清二楚了。 我们常说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这扇窗户能够让人判别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。 同样的道理,眼睛下面的鼻子也会受到人之性格的影响,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。 只是很多人都没有留意,就认为每个人的鼻子都差不多罢了。 谈到鼻子,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两个案例。 第一个案例,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月王勾建。 根据历史记载,我们可以知道,他是一个心狠手辣,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人。 兵败快积山之后,他能够隐忍,主动当吴王夫差的奴仆。 后来复国了,又把当年的功臣,以及自己的妻妾都杀掉了。 比如说大夫文种,这么一个大功臣,就被勾建赐死了。 其实,文种本不该死,只是他没有听范黎的话,认为勾建可以善待功臣,就留了下来。 范黎离开勾建的时候,这么跟文种说道, 我看主公生了一个阴勾鼻,只能共患难,而不可同富贵,还是早早离开比较好。 这番话,道出了一个真相,那些有着阴勾鼻的人,多半内心阴狠毒辣。 如果选老板,或者选合伙人,千万不要选有阴勾鼻的人,不然会害了你。 第二个案例,就是三国时期的司马懿。 司马懿不仅有明显的阴勾鼻,还有众所周知的阴故郎氏之相。 这鼻子,在搭配上阴狠的双眼,所以司马懿的形象,那是不太好的。 一般来说,像司马懿这样,有阴勾鼻的人,有这么三个特点。 首先,为人薄情寡义,没有一丁点感情。 历史记载,他的妻子张春华年老生病的时候,司马懿就在床边说道,老无可憎和凡出也。 其次,做事不择手段,可以牺牲任何人。 司马懿为了谋权夺位,杀了不少大臣。 争辽东的时候,为了省时间,进行了屠城,大开杀戒,狠辣到了极致。 第三,极擅长隐忍,可以出手,就会一箭封侯。 司马懿跟勾剑一样,别人怎么侮辱他不要紧,只要他一得势,那他就会报复以往的人,不留任何余地。 所以说,遇到有阴勾鼻的人,要及时躲避,别与之有任何的交集。 除了阴勾鼻,其实鼻子的长短,以及厚薄,都能表现这个人的性格。 鼻子比较长,且没啥肉的人,他们的性格就比较浮夸了,特别擅长说谎,做事不怎么靠谱,一般来说都信不过。 代表人物是匹诺曹,一说谎,他的鼻子就会变长。 一变长,他的鼻子就给人一种浅薄的感觉。 除去没啥肉这个缺点,单单是说鼻子长的人,他们的性格会比较随意,做人也通情达理,遇到事情虽然不懂得变通,可在做事上特别有干净。 这类人,多半敢打敢拼。 鼻子比较短的人,性格都较为开朗,虽然给人一种和善且老实的感觉,但他们没啥自信,爱依赖别人。 这类人,不适合当领导,而适合搞后勤。 这鼻子长短的特点,也不是绝对的。 只要其他的条件加入其中,一切又会发生改变。 鼻子正不正,通常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性。 曾世强教授在演讲中说过,像随心声,那些鼻子特别歪,让人感觉到不太舒服的人,他们很有可能心术不正。 鼻子,就像是五官当中的定海神针。 他比较端正,就证明这个人还是比较真实可靠的。 但是,他歪了,偏了,就证明这个人的心术偏离正轨了。 我们常说,上梁不正下梁歪,也是可以特指鼻子的。 鼻梁挺不挺,是一回事,而他歪不歪,又是另一回事。 还是要说,交友,应该要交鼻子不歪的朋友。 至少,你不会整日提心吊胆。 其实,这五官以及鼻子的学问,那是比较有趣的。 当然,对于这一切,我们需要秉持半信半疑的态度。 因为人之相貌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会随着内心发生变化的。 为人内心良善,三观端正,那你的气场和相貌,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谢谢你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